今天给大家讲一下iPhone XS Max主板分层 我们在分层之前把上面的泡棉先去点 我们用风枪加热一下 把上面这一层贴纸也去掉 我们用风枪加热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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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主板稍微固定一下 我们这次分层是直接用风枪进行分层 然后没有用到托盘 也没有用到这个分层的那个平台 加热平台 直接手动分层就可以了 我们用这个风枪直接在主板四周呢 进行加热 风枪温度开到320度 分速呢我是开到最高档 因为从iPhoneX到iPhoneXS到iPhoneXS Max呢 运的都是低温锡 来贴合这个逻辑版和摄影版 所以我们用风枪呢直接分层 很快就可以下来 还有其他的一些分胶的芯片呢 也是基本上是不会吹爆气的 这种方法呢其实也是比较安全 好我们 把这个 逻辑版和摄影版分开之后呢 把上面的这些 导热硅架呢 先来清理一下 好我们分完这个逻辑版之后呢 摄影版上面还有一个小版 我们把这个小版拿一下 顺便也分一下 对吧 对吧我们知道这个iPhoneXS Max呢 是双卡的 所以它这个卡座下面呢 并没有放这个元件 它是把这个元件呢 放在卡座旁边的这个位置 它这个小版呢也是双层 它这个小版呢也是双层 这个螺丝柱 我刚才不小心碰了一下 然后我们把它再重新复位一下 OK 好分层就结束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把这个 再装回去 大家注意啊 贴合的时候呢 建议大家用这个 松香 来作为助换器 我们 在这个焊盘上面呢 加点松香 焊盘也不用止息 因为分层的时候呢 小心一点把它取下来 然后装回去的时候呢 直接装就可以了 大家注意想贴合的时候 最好 要用这个 松香来助换 不要放这个焊油 松香焊接完之后呢 质量 还有这个效果呢 会比焊油要好很多 感受到了 放下 中心 大小的 放下 小的 我们可以去除去 锅儿 看不见 小的 有点 好 这个小板呢就已经焊好了 怎么样判断有没有焊好呢 就看这个小板下面 在焊接的时候呢 它会轻轻地往下面一沉 然后还有这个注焊器呢 会溢出来一些 这样的话基本上就焊好了 或者链子呢轻轻地剥一下 让它复背一下就可以 焊完这个小板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逻辑板呢也焊回去 一样的 还是在逻辑板的焊盘上面 加点这个酸香 因为酸香呢 没有焊油那么强的流动性 所以我们在加的时候呢 要用风枪呢 辅助加热 使这个酸香融化 然后融化之后呢 再放上去 好 我们在所有焊盘上的面 把这个酸香呢 放完之后 放好之后 然后把这个逻辑板呢 扣到上面 我们调整一下逻辑板的位置 使它和下面的这个射频板呢 对齐 好 我们在这个逻辑板正上方呢 均匀加热啊 加热的时候呢是在逻辑板周边 沿着逻辑板的边缘呢 进行加热 贴合的温度和拆卸的温度和分速呢 都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主板呢 用的是低温锡 逻辑板和射频板之间的这个焊盘上面的这个锡呢 是低温锡 所以我们温度的话 大概320度左右 分速呢 稍微开到 反正我这边用的是满档分啊 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呢 自己来定分速 稍微轻轻地拨一下 然后它有归位啊 这种动作啊 基本上也就算是贴合OK 我们刚才这种纯手工的贴合和分层的方法呢 今天实际验证是没有没有什么问题的 好 我们稍微给这个主板呢 降一下温 散一下热 这就是我们iPhone XS Max这个主板的分层 和之前iPhone X和iPhone XS呢 分层方法是一样的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呢 我们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